今天就去台灣 今天就來 出發 Welcome to 花蓮 欸 Justin 終於跟你一起出外景 真的 很棒 開心耶 你是說以前來過花蓮 對 那個時候你在花蓮 到底忘過什麼 可能陪女朋友約會啊 住個民宿 跟一些遠住民的朋友 吃個東西 聚會之類的 就是這些 對 我覺得是好玩 但是聽起來有點簡單 簡單 那不然花蓮可以玩什麼 年輕人 把花蓮的心情交給我 因為我是 今天帶你去玩片 嗨 入 空 你剛剛說你是教授 是的 我的教授 那我就是 金剛狼 把你推出去 三個家 花蓮的美絕對不輸國外 尤其雄偉壯觀的自然美景 更是吸引許多外國遊客 前來朝聖的最愛 這裡不只包山包海 今天介紹的玩法 還會幫你滿足 首發第一站吃個冰消暑先 Justin Yo 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比較一下 美國人的比較大 還是台灣人的比較大 當然是我們的 等一下 你先給觀眾講清楚一點 好… 我第一次說 那個 我們的差不多 差不多這麼大 觀眾朋友們看到了沒有 美國人的太小 台灣的冰淇淋 台灣的冰淇淋 機器 就是它 這個 全部喔 這個是廁所的水管嗎 沒有啦 它是一個很大的 傳統的 所以它算是一個 冰淇淋 這個機器做的冰淇淋特別好吃 沒看過了吧 傳說中全台僅剩三台的製冰機 這可是傳承了一夾子的好滋味 賈斯汀第一次看到這麼大的製冰機 實在非常好奇 心裡想這樣做出來的冰 真的有這麼好吃嗎 你們看到的這些都還只是其次 裡頭還有更多細節 快找老闆問個究竟吧 為了一個冰淇淋要這麼辛苦 感覺要啦 好 一順手 你學到了嗎 應該吧 可以啦 可以嗎 我要離開遠一點 我很危險 我很擔心 TOK 你去哪裡 我很怕 那麼危險嗎 你小心我後面喔 好 1 2 3 GO AXIS 看到了沒 好疼 美國隊長 美國隊長 我們看一下 土耳其校章 一手 砍斷 好 雞肉 讚 非常好 很好 非常好 剛剛看得太小了喔 剛剛太小了 再來 兩個嗎 好的 好 來 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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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不是一個很很正常的人 Oh my God 幾個小時 一天最少 一天喔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每天這樣 對 這麼熱也是這樣 對 一碗冰不只製冰特別 連裡頭的料都很講究 剛才劈的柴 就是要拿來燒柴火的漂流木 店裡的糖水和剉冰配料 都用爐灶敦煮而成 味的就是那股慢熬出來的柴燒味 堅持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為了讓人吃到最好的品質 OK 大家 我現在很了解 為什麼看那個木材 是啊 但是 冰是哪裡來的 冰就是這個機器啊 這個機器 是啊 你說這個水管外面的冰爽 喂 不是這個 還是這個 認知啦 這是裡面的病啊 我以為是 不是啊 太誇張了 這裡面是阿摩尼阿 裡面是液胎阿 但是這個機器也太大了吧 這早期這季時代的時候 就是真的大的機器啊 因為它有67年的機器 現在這個機器跟現代的機器 有什麼不一樣 不一樣 你看 原來的機器它就是管 就像以前的大冰箱有沒有 OK 它裡面的冷液劑就是阿摩尼阿 這樣子 而且你看得到 才可以吃得到 它現場吃到的機器這樣子 學一仔 我們可以扛到裡面的病嗎 可以啊 這裡嗎 就在你後面啊 慢慢的轉啊 這裡嗎 這裡 這個機器 對啊 那它是慢慢的轉 慢慢的轉 現在機器也很久了 它上面還先起步靠近 危險 危險 將已經煮沸的糖水 放入製冰機慢慢攪拌 直到降溫到零下二十度 雖然用這樣的方式製冰 相當緩慢 但是做出來的冰 口感非常綿密 等一下你們兩個吃看看 就知道差別在哪了 龐大的製冰設備 佔去店面三分之一的空間 邊吃冰 還能聽到嗡嗡的震動聲啊 老闆說 內行人可得先從原味吃起喔 趕快吃甜甜好不好 趕快吃一下 趕快吃一下 真的缺水 好漂亮耶 你先吃這個喔 但是你看顏色不一樣喔 為什麼不一樣 每個下就知道了 拿一口 好嗎 吃啊 我覺得有點像 在某一些那個台灣冰的那個 加什麼口味 我跟你講 你不知道對不對 我想不到 你是叫砂糖嗎 砂糖嗎 砂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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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清爽的砂糖 而且砂糖 砂糖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台灣 很多人吃冰的時候 大家知道的冰就是白色的 沒有口味 對 但是這個呢 好可以吃 自己加那個 乾脂 所以吃起來 不是很甜 非常的清爽 你可以一直吃一直吃 不會覺得很膩 別以為 這是甘蔗打成汁下去凝結成的 這可是用甘蔗直接去熬水出來的 所以不會太甜 美國少有這樣的冰 大部分都是冰淇淋跟冰沙 光是吃清冰就這麼好吃 夾料怎麼得了 紅豆 加魚頭 不只是紅豆跟綠豆的味道 還有那個燒的味道 燻燒的那個 剛才你們在披木材的時候的話 其實要費很大的力氣 這都是我們的功能 對 這是你們的功能 它吃起來有烤過的味道 它跟一般的味道不一樣 有其他的東西嗎 在裡面有沒有還有什麼 有 你吃得到它的純真 你吃得到它的厚實 你吃得到超過六十年的歷史 你吃得到我心所為你製作的幸福 Oh my god 如果我是女生的話 現在會馬上嫁給你 Oh no 太英俊了 你看老闆這麼可愛 我現在問你喔 你是南國人嗎 日本那邊有沒有類似這種老闆 很堅持 比如說你想要吃披薩的時候不行 這裡只能吃漢堡油 有啊 你去漢堡網 我沒有賣披薩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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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那邊比較沒有這個 但是我覺得應該需要一些 因為像 像它不是是吃一個口味 它是一個歷史 來自鳳林出產的芋頭 先蒸過 再加麥芽和糖水去熬煮後打成泥 綿密又帶點顆粒 是這裡秒殺級的美味 賈斯汀說 在美國他們吃的是大紅豆 但吃鹹不吃甜 所以他剛來台灣 很不能習慣甜的紅豆呢 儘量消暑後 接著刺激的要來啦 他會不會吃甜的 就這樣 就這樣 有一點點 然後就這樣 看著刺激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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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緊張 一般就是坐大飛機 那個飛機要起飛的時候 我們有那個G-force G力量 然後你就會覺得那個 就會很重 然後它開始起飛的時候 其實很像一個摩托車 完全沒有這個感覺 很輕鬆 非常的輕鬆 而且整個花蓮都看到 太漂亮 看到山 看到一些河 看到海邊 一些小村 看到一些人 就是忙 自己在忙來忙去 然後就會覺得 我就是跟 跟這世界的人類是分開的 好像我是一隻鳥 在上面飛來飛去 有自己的事情 自己的世界 你知道嗎 結果那個師傅 他就控制那個東西 他放開了 他說給你控制 我說你確定嗎 他說可以啦 你可以啦 一開始會很緊張 但是你開始有一點感覺 然後也不用怕 因為隔壁的那個師傅 他的腳的那些 要踩的那些東西 是跟你一樣的 所以你踩錯 他會幫你修改 另外恐怖的是 因為那個降落的那個路 不是水裡做的 是自然的 這個我本來很怕 然後本來因為會像飛機這樣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一碰到地 就輕鬆了 超級輕鬆 對 開囉 這個感覺很重要 一個字 一個字 對 而且 一步 蛤 蛤 什麼耶 我真的有怕耶 其實呢 天啊 一點都不可怕 對啊 我跟你講 而且我剛剛有飛耶 有 飛很久了 你真的飛嗎 我剛剛有耶 他自己真的 他那個平衡感很好 這個老師的命都在我手中 是啊 你真的在自己飛耶 我真的有飛耶 老師你說飛得好不好 好 而且你會覺得很可怕 那我跟你講 非常的安全 所以我想說 如果在空中的時候 熄火 完全沒事 因為聽起來是在 就是空中 熄火的時候 聽起來是我們會以為這樣子 對 對 像電影一樣 是是是 但是因為這個是像那個 Hang Glider 那個東西 OK 我知道 所以哇 超 我覺得你 可能要驚豔一下 這麼厲害嗎 超 哇 看賈斯汀玩得這麼開心 無縫你後悔了吧 這裡最特別的 就是可以讓你學著自駕飛機 這可是平常體驗不到的 雖然費用高了點 但保證值得 有機會一定要親自來這試試 體力消耗後 吳鳳說要帶他去吃好料的 但這之前 得先去市場找個重要的食材 傑斯汀 這個地方是原住民的市場 OK 原住民喔 所需要的食材 在這裡可以找得到 在這裡 對 你看一下 都是原住民的 欸 哈囉 大家好 好 我愛護士的看 我們不用 我愛護士的看 看一下這些食材 都是原住民的 你看 這是原住民的 蒜頭 好小喔 好小 比較不一樣 玻璃豬 什麼 什麼豬 玻璃豬 玻璃豬 原住民的 他們叫他那個 玻璃豬 對 還有這裡 你看 這個 你知道嗎 這個是 鹿橋 鹿橋 很香 你看 有點像我們的蒜頭 類似喔 不錯喔 嘿 你看 這個是原住民的番茄 很特別喔 原住民的番茄 不一樣喔 而且你看 你看這個 對 不錯 還有原住民的幽默 不錯 在這黃昏市場裡 有原住民一條街 賣的是原住民的風味食材 以及傳統美食 有許多是平常難得見到的 到處都是飽 有些名字也很有趣 像是垃圾 說的就是漸損 還有賭論就是麻糬 是不是非常好記呢 Justin 用 最好 最厲害的食材在這裡 在這裡 在這裡 阿姨你好 你好 可以借我一個蛋嗎 在這裡 蛋在這裡 不是一個蛋 一個公牛 一個蛋 在這邊 它是瓜牛 你的公牛原來也是YouTube名 你拍什麼我就會這樣 不用拍 這是我們的食材 對啊 非洲大蝸牛 是啊 你很了解 以前吃過吧 阿姨 生生菜要撒西米給你吃 撒西米 這個當撒西米 宣傳弄一下 謝謝 謝謝你 非常感謝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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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什麼啊 看起來是香菇啊 不香嗎 一模一樣香菇啊 那你吃給我們看 阿姨 如果我們現在來這裡 現場直接吃的話 會肚子痛嗎 腦子痛 因為沒有人在吃了啦 我在開玩笑的 天啊 我們也要買 然後給我的非洲的朋友 他要幫我們處理啊 這個非洲人也沒有在吃吧 天啊 一次看到這麼多蝸牛 賈斯汀說 他們以及恐懼症都快發作了 這裡真的是什麼都有 什麼都不奇怪 他不僅懷疑非洲人真的會吃嗎 那還等什麼 直接當面問問就知道啦 先生 您好 你好 你好 您好 您好 我的朋友從美國 Justin 你好 歡迎來到華聯 您是華人嗎 不是 您不是華人 您是非洲人 您說歡迎 您是非洲人 我認為可能是您第一次來到華聯 我住在華聯 是啊 我們在華聯 所以我們去華聯 這個態度很好 你看融入到我們本土文化 就是一個非洲來的朋友 我們來到這裡 他說 歡迎來到華聯 以人口比例來說 華聯的外國人很多 不是觀光客 而是定居在這兒的那種 這位來自非洲的台灣女婿 也是因為愛上花蓮的美 而選擇居住在這兒 是說非洲人真的吃蝸牛嗎 趕快請老闆來解答 喂 Money 來 這是什麼 鮪 對啊 是你們家鄉的那個 沒有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差不多了吧 我們是真的大 不是這個 我們不是這個 大 大 真的大 不是小的 它會比較大 然後如果你想吃這種東西 你必須清潔 我們不賣這個東西 你們在非洲吃這個 但是你們吃的是 大大 不是這個 對 你買錯 沒關係 我們可以給你 我們非洲的好吃菜 什麼 非洲人還嫌這個太小 聽老闆形容他們吃的大小 賈斯丁簡直嚇壞了 美國人其實也吃蝸牛 他們視蝸牛肉為難得的極品 只是吃的品種不一樣 是白玉蝸牛 體型也沒這麼大 比起這個 我覺得我們還是好好來享用 道地的非洲菜好了 我覺得跟我們一樣 很多觀眾朋友 今天有可能是第一次看到 一個非洲料理 對 Justin 我第一次 你也是 怎麼可能 我第一次 可是你是美國人 美國那邊有很多吧 你說非洲人嗎 對一些非洲的商店 沒有嗎 我家商店那邊沒有 真的 真的 第一次看到嗎 第一次 而且這個 那 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米飯嗎 讓你猜三次 這項米卻不是米的料理 卻是非洲人必吃的主食 實在讓人猜不透啊 麵 不是 印度的那個黃色的那個 飯也不是 不是 那 豆子 不是 它叫做 Couscous 我知道 你沒有聽過嗎 我沒有吃過 我沒有聽過 我跟大家說一下 好 因為Couscous 是不是那個 飛飛那邊 算是一個食材是不是 對 北洲人很喜歡 以前我們土耳其說 那個automatico的時候 我們開始用那個Couscous 變成我們的一種食材 Couscous類似一種 怎麼講的 那個一種麵吧 類似 麵麥粉 麵麥粉 加上素群粉 看似小米 這兩者卻一點關係也沒有 只能說兩者都是骨類 外表相似而已 用純手工製作而成 本身沒有特別的味道 通常會搭配一些醬料調味 沒吃過的賈斯丁 會喜歡這樣的味道嗎 你確定這不是米嗎 它叫北非小米 很多人來我們家吃飯的時候 都以為它是米 我都告訴它 它就種在我們家床底下 就算是那種手工的 這種東西都是手工的 這是你們是進口的嘛 是不是進口的 對 現在在台灣進口 都可以買得到 是有一點好像 小米的一種 跟Pasar的那個醬的一種 融合嘛 對的融合 非常非常好吃 非洲文化 然後你們用的是那個 來致的食材 對 加上那個歐洲的一些 的字融合在一起 好好吃耶 因為象牙海岸受到 法國文化很深的影響 對 那我們現在就住在花蓮 所以我們就用花蓮當地 當令的食材來做 在非洲餐食中 麵包也佔有極重要的位置 酥脆的外皮 夾著滿滿的醬料與肉 再搭配一杯傳統天然果汁 亞馬庫吉 用檸檬和漿下去打成汁 消暑又解渴 賈斯汀說 這間餐廳打破了他對非洲料理的印象 著實讓他大開了眼界 實在不簡單 我們來到華蓮 我現在要讓你體驗 入海空 對 在美國你有沒有抓海鮮 有用那個網子過 抓那個小的蝦子 多少 就差不多那麼大 太小了 太小了 我們台灣人的辦法比較大一點喔 比較大 我們也要抓大的東西 阿嫂大哥 阿嫂 你好... 你好 有沒有辦法今天抓一些大的 盡量好不好 盡量喔 對 好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道具啊 這是什麼啊 這是我們就海上作業的游泳圈 游泳圈喔 對... 美國沒有看過吧 沒有 我們是分紅色的 還要用吹的 這是傳統的做法喔 傳統的做法 對...給你看一下 這是我們的網子 那我們有船嗎 這個啊 這才不是船嘛 對 我跟你說 在美國你們用的是這個 在台灣你們用的是這個 你沒看錯 不用搭船 一塊保利龍就能出海捕魚 這樣的做法 只有在台灣才看得到 賈斯汀雖然半信半疑 但為了吃到海鮮 只能豁出去拚啦 好了好了 蠻有趣的體驗 Justin 你在那個也沒有 下過這樣子的一個水裡面吧 沒有那麼瘋狂耶 沒有那麼瘋狂喔 沒有那麼瘋狂喔 好 我第一次了 有蠻紅喔 兩個上去看看 哪裡 坐在上面 坐在上面 可以啊 兩隻 好像三個 這樣... 都出來一點 你可以呢 可以嗎 好像算錯啦 翻身... 好 我們開始... 開始蜂紅囉 不是假設定色嗎 這個... 這裡的海洋還蠻豐富的 下面有很多海鮮 如果引擎好 可以抓很多 很厲害的喔 這個需要嗎 你不要來 我已經過了 你不要來 OK... 拿出來 這個... 拿出來 這樣給嗎 可以 你看喔 拿這裡喔 對... 不要吧 其他的地方 你們扛不到這個喔 你們看一下 你們看一下在台灣傳統... 傳統的方法 這樣嗎 光上個游泳圈 賈斯汀就不知道 耗費多少體力啦 坐在泳圈上 再服栽成的傻著網 他覺得很有趣 還說如果在他們國家 用這種方式來捕魚 大家會覺得他是瘋子 今天能不能豐收 就看你們的運氣啦 要抓到魚 可以 抓到魚了 真的假的 他去拍了 一直跳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抓到魚了 什麼可能 抓到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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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抓到魚了 他自己跳出來了 抓到魚 天啊 朋友們 你們看一下 不可以嗎 下次沒有那個 小小的魚 打個碎碎會生魚 什麼可能 真的 直接吃 真的假的 我的天啊 要不要吃多一點 你吃 你吃看看 天天 可以吃的 可以吃 Justin 吃看看 真的嗎 甜甜甜的 你可以的 吃看看 等一下我先弄一點空澀 這比較好東西下去 但是我教你喔 你看喔 你看 大家去看喔 還要咬喔 對 天天啊 你不能吞 不要 我跟你講喔 感覺是一開始有點噁心 但是後來你開始吃的時候 它就是有一種 真的是那個 很新鮮的那個 天天的味道 就是那個海味 對 大概講得不錯 不能吞 你吞它會馬上跳出來 哇 你們玩這麼大喔 直接生吃太崩潰啦 還好老闆昨天就先把網放下去 不然可有的等囉 對花蓮人來說 大海就是他們的冰箱 想吃什麼 自己下去捕捉 所以海上到處可以看到 這樣的捕魚方式 貪吃的兩人 開始期待捕撈上來的魚貨囉 Woo 這個是你說的那個 昨天的那個嘛 對 魚呢 來 看一下 在裡面嗎 好 我們看一下喔 好 這邊 老虎 Lobster耶 龍蝦 怎樣 OK 這也可以直接吃嗎 可以啊 這真的可以喔 可以 朋友們 你們看一下 你看 這是大哥 昨天放的 魔王子裡面的龍蝦 大哥 這個大家想說OK嗎 這個還比較小一點 所以這個要放回去喔 對... OK 我懂... 這個呢 這個比較大 這個就比較大一點 Oh my God 牠在哪裡啊 對 懷孕了 是吧 不用我們看一下這個 漂亮 這種龍蝦是怎麼樣攻擊人 牠是最後尾巴攻擊人 對不對 尾巴 欸 這是什麼東西 我覺得我不知道耶 這上半部像螃蟹 下半部又像龍蝦的海鮮 讓賈斯汀好驚訝啊 就是大哥說的 Acopella 美國有沒有這個 沒有 我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 哇 有龍蝦 有蝦骨頭 今天你們可賺到啦 位於岩寮的海岸線 有許多像這樣有特色的海鮮餐廳 以新鮮美味又小狗大碗而著稱 是饕客必來的地方 老闆說用烤的 最能吃出它的原味 看著烤台上的海鮮 口水都快流下來了 Acopella Acopella 龍蝦 Acopella在這裡喔 Acopella 對… 我們先從這個開始 OK 大老闆才四口麵 好 這邊的吃法就是一定要用手吃 不要用筷子 然後拉起來 OK OK 拉起來 然後咬住 反方向 這樣 哇 天啊 OK 自己有口水耶 太棒了 很香 不用加什麼 不用加什麼 原味 原味 往上 這樣 往上 對 OK 然後這樣 OK OK 可以… 拉起來 OK OK 你看 它感覺還有一點 一點海水在裡面 就是那個汁 對 沒錯 因為它 我們這邊是徐海水的 不是外面那種淡水那種 是啊 而且是野生的 所以它不需要任何調味 就有鹹 已經有那個鹽巴 那個感覺 對 它有鹹 它有它的甜 在自己的家鄉 有沒有這個 有就有 沒有這樣的 真的假的 沒有這樣的 有什麼樣的龍蝦呢 就一般那種有那個 夾子那種 對 那個 不是波士頓龍蝦嗎 那些有可能是羊的之類的吧 也有可能 很有可能 OK 對 但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 拉起來 那裡面有這個斜膏 你要吃這個斜膏喔 最珍貴的地方喔 對 斜膏 對…like caviar 你知道我本身 比如說我在台北釣蝦還是什麼 不想要吃那些 不想 完全不敢吃 因為我有吃過 我有怕那個味道 但是這個 很甜 它沒有腥味 很甜 完全沒有腥味 對 美國波士頓龍蝦 是世界產量最大的品種 相比之下 蝦身沒有膏 肉較滑嫩細緻 台灣的龍蝦 就比較Q彈有嚼勁 來花蓮 就是要這樣吃海鮮才過癮 接著往深山走 又有什麼驚奇 在等著我們呢 接下來是 陸地的挑戰 你好像沒有遇到過 真正的獵人喔 你確定嗎 來 我介紹給你一個 real hero real hero 來看一下 哈囉 大家好 大哥 你慢慢出來 你慢慢出來 讓他看一下台灣 真正的Hero 我是Justin 你看 天天天天天啊 我剛有聽錯嗎 那是阿美族的母語耶 既然可以講得這麼流利 閉上眼睛根本感覺不出來 你是外國人啊 說到上山打獵 對賈斯汀來說 是平凡不過的事了 因為爸爸本身就是個職業獵人 森林是他最熟悉的地方 敗過三神後 賈斯汀開始期待 等等會遇到什麼樣的獵物 滿累的喔 有 一直做的 好 好 OK 叔叔 你說這裡嗎 對 是陷阱喔 對 你看 這個足跡的路線 你是說路線 這不是路線 可是你怎麼看呢 路線 足跡 它要翻這個葉子 是什麼 是蟲 找蟲喔 對 OK 我想問Fuckie 這個路線 因為像我們在美國列 那個路的時候 它是每天走一樣的路 這個主機也是嗎 主機不一定 不一定 主機它是找路石 就是葉子那邊 對 好懂 為什麼要擦這個 為什麼 怕它拉走 OK 對 拉走 OK 我們看一下 現在用這個 對 好特別喔 對 這樣子 這種方式你們有沒有 美國那邊 沒有 會物利用 好 你看 這個也是鞋位喔 從這邊去 它要從這邊出來 好啊 你不要從這邊去 繩子再拉過去 OK 躺不起來啦 喔 你希望它躺一下這樣 對 OK 抓那個主機的腳 對 只是跟 電影裡面有沒有抓你的腳 然後它躺 然後就 把你摔過去 對 一樣的概念 然後繩子就 拴著你的那個 OK 那個 腳 OK 在美國 射陷阱 通常都是抓比較大的獵物 一般像兔子或火雞大小的 都是直接開槍 從原住民身上 可以學到很多智慧 像是射陷阱 以及認識野外常用的植物 如果有溪流能抓新蝦的話 還能就地使用食竹法 這些都很受用的 Paki Justin 我真的太累了喔 整桌山一個一個看 陷阱都沒有耶 真的耶 要回家了嗎 還有 不要灰心 還有 還有希望嗎 還有 還有緊門 你說下面 對 我帶路 那個也太深了吧 小心 不過我比較擔心你耶 為什麼擔心我 我們還要下去嗎 這裡有 這裡有 大大 我好難有 有 撞到了 你下去嗎 Justin 那個 Justin 放我來 小心喔 天啊 小心喔 雲氣太好了 有了 生蝦 一點點的陷阱 終於下去的時候 雲氣太好了 就只是我們要的豬肌 Oh my God 好漂亮耶 美國那邊呢 你們的椰物跟這個差不多 這個比較帥 這個比較帥 對 你看他的臉耶 好特別耶 你看一下豬肌 其實一開始 我以為豬肌會做很大很大的那種 其實你們這樣煮雞的時候 我以為是山豬耶 也沒有啦 山豬也有 但是 豬肌 那個太大了啦 太大 欸 馬雞 你還要去哪裡耶 如果今天抓的是山豬 肯定比這危險好幾倍 有足跡就不錯了啦 叔叔說 他在另外一處 還有放陷阱 野種獵物啦 你們看得出來是什麼嗎 阿達我先在這裡 賣個關子 天黑啦 我們趕緊下山 不然山上可是很危險的 為了慰勞 今天辛苦的各位 叔叔特別交代老婆 準備一桌豐盛的 給大家吃 這山中野味 只款待給最重要的貴賓喔 你們可得好好品嘗 我的天啊 這就是我們抓到的那個對不對 就是那個豬肌啊 就是豬肌啊 豬肌 豬肌 這個我給你最好的補位 朋友們 你們看這個 有一點是鯭腿喔 但是比較傻塊的那一種 那個皮好Q喔 而且它的味道是皮雞肉 好像軟軟嗎 野生的 不一樣喔 野生的 對 就是這個 這個野生的東西 我一直在 就是表達不出來 你想表達是表達不出來 野生的 是跟一般的完全不一樣 可是你是說 以前你們在那邊 South Carolina那邊 你們常常吃類似的喔 有沒有不一樣 口感來說 它會不一樣 因為它在吃的那些食物 也是不一樣 環境 西貨不一樣 對 接下來就是你最喜歡的 松鼠 在你們的國家 你說你最喜歡的 這個台灣的松鼠耶 這裡是哪一個部位 豬肌 豬肌 我的天啊 皮還在上面 它是只有燒那個毛而已對不對 剃掉 把毛去掉 還有燙水把它剃掉 吸毛烤掉 這個皮 我以為會比較難搖耶 但是我剛剛一口就咬進去肉裡面 那裡面又是吃到又可以的啦 OK嗎 有沒有腥味 也不是腥味 就是一個野生的味道 那個就是了解東生態的人 可以了解你的頭髮 你們一定要試試看 如果不知道的人你吃的時候 你完全排不出來你在吃什麼 你會覺得它不是豬 也不是牛 也不是雞 也不是魚 我們美國那邊也有這種的口感 很多人覺得是表達不出來 不知道是怎麼形容 但是有打獵過或是吃一些獵物 才會知道這個叫做 這個口感叫做 遊戲 遊戲就是獵物 這個位 我想只有親自吃過的人才懂 原住民的狩獵習俗 早已傳承了千百年 用體力與智力 去獲取只需要的資源 這就是一份 永續經營大自然的傳統文化 也是值得我們重視 與保留的文化保障 最後的終極加強版 可讓賈斯汀快招架不住啦 朋友們 就是這個 這是什麼東西 它就是你最大的挑戰 現在全世界的人會覺得 Oh my god Justin會挑戰這個嗎 你會的 這是什麼東西 看看 問一下 問一下 這麼可怕嗎 OK 它就是 飛鼠的大便 No Oh yeah The only green 已經天黑了 已經天黑了 你知道嗎 你決定不要挑戰這個嗎 我覺得你可以 吳豐加油 不要給我這麼多藝術 加油吳豐了 塞車人 OK 要配 大哥不用配 我覺得先看一下都是用的 就錢什麼都沒有用 先嘗試一下 OK 我覺得它比飛還更恐怖耶 等一下 等一下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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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體驗嘛 文化體驗就是這個感覺 好 大哥 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這個什麼來的 為什麼你們在吃這個 吃老一輩的智慧 可是為什麼 它因為吃了它 我們的肚子 腸胃 會被調整到 食欲很好 OK 而且它會顧胃 顧胃 顧胃 這個機會 你老了80歲的時候 你看過去的時候 你要後悔 你說 為什麼那一天 我沒有吃這個大便呢 你會後悔 我覺得我活到1000歲 還是不會後悔 賈斯汀形容這是 地獄集最可怕的味道 來過原住民部落不少次的他 從沒聽過有這樣的極品 真是佩服吳鳳的勇氣 終於繳到了一個好多位置 這個位置不錯 看起來很不錯 很棒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前面的船 他們一直在釣魚 你看 他們不是一直釣魚 他們是一直種魚 一直 對 剛剛我們幼兒答案很多 所以有一些小魚現在過來了 那個就是幼兒 你要釣下去才可以把魚釣過來 對 是 是沒有錯 然後還有一個用途就是 把小魚刀住 然後我們釣外面的大魚 OK 對 它有很多用處 Martin 這個厲害的工作 交給你 靠你喔 那隻 撞魚 不是在裡面喔 外面 怎麼撞魚 撞魚 我已經撞魚了 撞了嗎 我看一下 這條魚 黏黏的喔 黏黏的 不要嘛 你們看一下 來... Martin看一下 好漂亮喔 這隻我們叫牠 對 它這種魚一般都在底細比較多 這種魚現在還是小小Baby 要趕快放牠 趕快... 對... 好 給巴大放回去喔 拜拜 拜拜 看什麼 我也好像釣魚 看牠們一直種魚 我也想要 你看... 你也種啦 好漂亮喔 這個比較大嗎 黃鯨魚 黃鯨魚 對 等一下 好 這個是麻油 麻油 我最有麻油 給我聽到 不好意思 你看一下麻油 這是黃鯨魚喔 這個魚很好吃 因為它這個 這邊就黃色 所以是黃鯨魚嗎 對 Yellow Chicken 它肉質很像雞肉 可是它比較細膩 是雞喔 Chicken 所以不是筋喔 對 黃鯨魚 黃鯨魚喔 對 它大概有18到20公分左右 是可以的體型 可以的嗎 可以 沒問題 好 這是18公分 但是我們今天要的是30公分 沒問題 沒問題 你看又種魚 又來了 這個先給你喔 黃鯨 又是一個黃鯨喔 可是看起來比較小一點 對 比較小一點 這不錯喔 這不錯喔 是我們的喔 而且漂亮 都這麼大 不錯 真的很好耶 對啊 看來今天的釣況還不錯喔 船長說 釣魚有許多小細節 除了釣竿 配備 選堆位置 也很重要 而且經驗用耳 更是魚種上鉤的關鍵啊 馬丁看大哥們釣不停 一直有魚上鉤 在一旁蠢蠢欲動 馬上說他也想釣看看 不曉得馬丁和老烏 今天能釣到多少魚呢 我說兩位洋派台灣女婿 你們可別鬧鬼啊 就讓我們大家拭目以待吧 不曉得能不能開湖 有 有 有 真的有 有剛剛看到 有看到 還是不見了嘛 還在前面嗎 你看 剛剛一下 還在下去 沒有 先把它弄起來 吃掉了 剛剛那一下沒有 弄起來就吃掉了 對 它可能就吃了 差一點點喔 剛剛一下去 就沒有咬了 去一下 再包出去嘛 第一個感覺是什麼 剛剛釣的時候的感覺 不錯 真的好玩 開心 因為一直用猜的那個感覺 它一直都在拉 然後像說 鱷魚 等一下 等一下 中了 中了 來喔 很高 還蠻用力氣的 對 會跳 好 來 看一看 你也中了啦 你也中了吧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馬丁 馬丁 也中了 你也中了 對 兩個人都中了 對 同時 我們看看鞋子比較大 對 我們看看鞋子比較大 馬丁 我們不要看右邊的 右邊的是不是 對 右邊的不要看 太強了 大哥 來 頓喔 小心... 來... 馬丁 來... 我看看 我們看一下喔 對 來 打好久 小心喔 有沒有看到 你看 你看你的下面來了喔 不要再捲 很大耶 好 退後一點就好了 退後一點 然後去抓這個線 OK 抓著 對 慢慢拉上來 慢慢拉上來 拉上來 這是那麼大 馬丁 你看 你現在是你的大多了 滿大的... 小心... 你剛剛大多了 來 抓上面一點 各位先生們 馬丁 在台灣釣到的 第一條魚就是 黃金魚 第一隻魚 這個你抓著拍個照 拍個照... 抓著拍個照 所以... 拍照... 這樣子 抓著拍個照 上個鏡頭 一 二 三 歐耶 想不到你們兩位 還真沒落開呢 馬丁說他來台灣 為了學習語言 而在台灣待了整整五年的時間 其實都沒機會 好好地認識台灣的美 甚至不用說出海釣魚這件事了 今天在台灣釣到第一隻魚的瞬間 想必內心的喜悅 勝過千言萬語 不過可別高興得太早 還有我們的終極目標 藍眼辣妹還沒上鉤啊 加油啊 兩位 四 來 我們看一下 黑馬 黑馬了 好大 給朋友看 好大 來 小心了 好 起來了 好大 大 來 又是太馬 接著太馬 對 你看這個 這隻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這就是傳說中的黑馬 也是很多釣魚人 冬天基調時夢寐以求的好魚 不只中魚石的拉力特強 駁魚石的鬥智痘狠更是一絕 還有他的肉質口感遠勝一般的魚 吃過絕對難忘 你知道嗎 馬丁 剛剛大家跟我們說 有一些人釣一輩子的魚 但是從來就沒有釣過這個 真的喔 真的有這個 好漂亮的一隻黑馬 好漂亮 小心 小心 火力很強 大家不要讓它泡掉了 等一下 我先給你 你快 沒有 我先給你 好 等一下 你釣釣魚跟大家分享一下 隔到 隔到了 小心喔 大哥 小心 看那邊 我一隔到 來 你們看一下 多漂亮 長得跟馬丁好像很帥 加油 他們說是帥哥 小鮮肉 我第一次看到 一個人說 跟馬丁很像的是一條魚 但是最帥的 沒有 這是他的眼睛 眼睛嘛 給馬丁 可以比較一下嗎 漂亮 眼睛好像喔 都是 對 這一邊的眼睛真的很漂亮 一個藍眼帥哥 一個藍眼辣妹 他在這裡喔 這趟旅行 除了海陸空最獨特的玩法之外 還深入體驗了原住民的生活 愛玩客們 一起來體驗吧